这辆车的最高时速高达每小时320公里将被用来参加勒芒24小时耐力赛 这辆车是位于英格兰银石地区的斯特拉卡公司用几件模型组合的捷径 而该公司的所在地又正是英国赛车运动的发源地 赛车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 如果你在某项技术上慢了,你就落后了 一旦你落后了,再追上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 像其他车队一样,斯特拉卡一直尽可能快地用3D打印所制造的零部件来对设计和材料进行新的尝试 但是如今该公司利用3D打印技术直接制造新的零部件 大体来讲是在计算机的控制下生产材料层以获得所预期的形状 我们将气动元件如潜潜水架、进气口、内部部件等装在车上 我们发现材料的性能又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具有足够的硬度、强度和脚轻的重量 符合赛车对于零部件的要求标准 一家来自荷兰的制造商正在研究将小型无人机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以执行如火灾检测等任务 目前我们正在着力研究无人机之间的通讯 现在的阶段是我们在研究一架无人机如何与另一架无人机进行交流 并获知其所在的具体区域 从未来来看无人机将会变得更聪明更小 甚至可以做一些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 影视服装制造商也受益于3D打印技术 而在不久之前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制作一个样本 如果我们发现不合适的话还需要做大量的修改 这可能会再耗上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改起来就快多了 时装设计师们也是相同看法 但三维打印机制造商斯切特希公司的创意总监内奥米·坎普福尔说 3D技术仍在不断向前发展 现在3D打印的成品在耐久性纤维强度上都还不属于最佳 我们必须了解3D打印技术是一项材料层生产技术 为了使生成的纤维具有强度 我们需要将纤维不断添加到生成材料中去 照比之前的只能够为整形医生 建筑师和生产商们提供视觉化的产品模型 3D打印技术在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